在许多文化中,老年人被视为智慧的源泉,是年轻人可以学习的榜样。 但研究显示,在当下的社会中,包括娱乐、新闻媒体、工作场所、尤其在医疗保健领域都存在着对老年人的年龄偏见和歧视。 年龄其实很多时候与性别和种族歧视一样严重,却少为社会关注。 对此,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邀请老龄化工作领域专家举行网络座谈会, 讨论了年龄刻板印象、加州老龄化总体规划以及艾尔兹海默症的七个阶段, 共同为长者创造健康自信的生活,献计献策。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老年医学系教授路易斯·阿伦森博士指出, 年长者不但面临身体健康的衰退,也面临社会价值认可衰退的挑战。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,老年人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。 许多年长者同时面临年龄、族裔和经济状况的挑战。 数据显示,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近年出现下降趋势, 平均寿命减少了2.6年,但大部分白人的寿命变长。 对于年龄歧视问题,他表示,年龄歧视影响到思考、感受和行为, 影响到了所有人,包括他自己。 希望大家可以改变思维习惯,通过机构、社交, 让大家更接受老年人,对年龄要有包容性,站在老年人角度思考, 为他们提供帮助并给予充足的公共卫生、健康等资源。 加州老龄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利尔·布朗表示, 其机构历时好几年完成了加州年长者整体规划, 不仅为帮助支持老年人,更为加州州长和立法机构提供参考指导, 旨在提高年长者的生活品质和生活信心, 同时增加年长者继续服务社会和同龄人的工作机会。 纽约大学朗共卫生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巴里·雷斯伯格博士, 作为全世界最常用的阿尔兹海默症分级体系总体衰退量表的开发者, 当天讲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七个阶段,症状及真效。 他表示,从目前推算未来20年的生活状态, 人们到底能够工作到几岁,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从事哪一种类型的工作。 有人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出现脑功能衰退, 但可能不会立刻影响到工作,身边的同事也不会发现。 但是如果大脑功能退化到第三阶段, 也就是认知出现障碍的时候, 身边的工作同伴会注意到工作能力退化。 他表示,阿尔兹海默症的阶段性恶化也会出现反复, 但随着复杂任务执行能力退化, 以及开始明显表现出一系列包括语言、行动等功能的缺失, 则会直接影响到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你 也没有任何 Speaker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你